寫歌曲 王文貴 首先要代表教育部來恭喜 今年我們獲得藝術教育獎第八屆 我們有28個團體學校以及16個個人 再一次的要謝謝我們所有的團體個人 長期為台灣藝術教育的推動所做的努力跟貢獻 我想今年確實在我們各個獎項中 辛苦我們評審團從縣市所推薦的學校團體及個人當中 來領選出今年所有的得獎者 今年我想有兩位是經過評審團 以致肯定兩位藝術教育終身成就獎的得主 首先是我們梁院長 我想梁院長來擔任藝術教育工作非常長的時間 從所長主任到藝術學院的院長 除了在教學在行政以及藝術工作的推動也協助了非常多 這些年有關在藝術教育相關的這些法規等的參與跟協助 另外一位眾生成就獎的得主是我們廖連副廖教授 我都稱廖老師是永遠的指揮將廖老師來指導練習 整個過程非常的艱辛成果也非常好 廖老師也在我們各藝術大學培養了非常多優秀的藝術人才 廖老師今年90高齡 這個是不是我們為臺灣藝術界貢獻的長坪術 永遠的指揮將表達最深的感謝 我們看到所有的藝術工作者他不是一天的工作 他是長期的工作 他站在第一線 不管這個資源是非常的貧瘠 或者是日漸的增加 他們都運用他們的生命力在第一線 把他們所有的可能的這個機會呢 讓給所有的人能夠來學習藝術 那他們除了在學校或者是個人社團以外 他們還把這樣的行為 擴及到社區甚至是跨界 那我們今年呢 事實上大家有看到 不管是這個幾個有市場 或者是一些聽障的這些學校 他們能夠得獎的 其實他們是在開發另外一種可能性 也就是說上帝為他們開了另外一扇門 學校裡面有看到非常多 從大學乃至到高中國小 都有看到非常多的學校用心的 讓藝術教育可以在學校來扎根 也培養非常多孩子藝術學習的興趣 是看到我們這些身心有所限制的孩子 但是透過藝術的學習 不管在音樂在美術上都發現到 確實對這些孩子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看到我們工作者的夥伴所投入的這部分 我想給點滴滴 也代表著藝術人 藝術教育工作者那一種 始終不放棄 一直在往前努力 在音樂中 在音樂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